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消息称宝马计划推出一款全新的运动跨界车X2 新车将基于UKL平台进行打造 价格会介于X1和X3之间 据宝马内部认识透露 新款X2的概念车最早可能会在明年3月节目的日内瓦车展首发 以预展最终量产版X2 近日有媒体曝光了Smart或将重启小型跨界车计划 如果计划得到戴蒙勒董事会的通过 量产版Smart跨界车或将在两年半以后进入市场 售价预计19500美元 约合人民币12.5万元 有媒体报道称 立番820将于6月10日正式上市 动力方面 新车提供1.8升、2.4升和2.0T发动机可选 1.8升车型配备手动变速箱 其余排量车型将会配备6速自动变速箱 配置方面该车装有定速续航、自动恒温空调、一键启动等 据悉该车的预计售价为9-12万元 每天微车闻 我们明天见